又是握手又是急轴 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 来到文山区后援会受到热烈欢迎 但就在同一时间被爆出发装危机 只见蒋万安静总执行总干事 也是国民党资深议员的陈勇德满脸笑容 和台北市长柯文哲副市长黄珊珊合体同框 而且16号的这场餐序 陈勇德还邀请了将近20名里长 气氛相当伟妙 虽然强调是朋友关系 但是正值选战的敏感时机 陈勇德还胜负奖班要职 仍然引发倒戈风声 尽管努力淡化被拔装色彩 但是称勇德黄珊珊已经不是第一次聚会 要是真的蓝白虎挖墙角 恐怕让绿营羽翁得利 选择正常的管道就正侧面大家来做竞争 那都是好事情 年底大选进入倒数阶段 任何风吹丑洞都牵动着各阵营的紧绷神经 华市新闻陈征张仁杰台北报道 哈喽大家好 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华市新闻的脸书专页 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市新闻的YouTube频道 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 开启小铃铛哦